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律讲堂即将播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凌晨五时许 东北某村镇仍然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只有川村而过的乡道 偶尔被急速驶来的汽车 带来片刻光亮 同时也惊奇 振振犬废 但村东头 熟睡中的老赵头 却猛地惊醒 他拍了拍 睡在身边的老伴 快起来 我胸口直难受 是不是出事了 说着就去摸床头的灯 可还没等他摸到灯的开关 手机屏幕就先亮了起来 接着 刺耳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他下意识地接通了电话 只听电话里 他的孙子赵永辉 支支吾吾地说道 爷 你快来村头大桥这 我把老叔给撞了 老赵头被吓蒙了 愣了一下才着急地喊道 啊 那你快把你爸喊过去 说着 老赵头爬起来穿上衣服 就领着老伴往村头的大桥赶去 路上就远远看到 桥上已经围上了不少人 有很多都是本家的亲戚 他和老伴扒拉开人群 只见人群中央 老赵头的二儿子赵刚 满嘴雪墨子 仰面躺在地上 见此惨壮 老赵头的老伴是嗷的一嗓 哭晕在了地上 周围嘈杂的声音 让老赵头头晕目眩 他的耳朵里 只听到大儿子赵健 一遍遍地说着 爸 别担心 已经叫救护车了 老赵头强撑着 一把把孙子拽了过来 虚热地说 你 你咋把你老叔 撞成这样啊 你老叔啊 是喝完酒耍魂 闹了你的订婚宴 可你也不能 下这么黑的手啊 赵永辉连忙辩解道 爷 我真不是故意的 这是个意外车祸 他没等他细说 呼啸使来的警车 和救护车同时赶到 警笛声打断了老赵头 和孙子的对话 周围议论纷纷的路人们 也突然安静了下来 人们给救护车下来的医生 让开了一条道 可医生对受伤的赵刚检查后 无力地摇了摇头 周围围观的人们 又开始嘈杂了起来 警察勘察了现场后 把涉嫌交通肇事的赵永辉 靠起来准备带走 赵永辉无力地望向父亲赵健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可赵健冲他摇了摇头 然后嘱咐道 孩子别怕 好好配合警察调查 不会有事的 随着警车救护车的相继离开 赵健冷静地指挥着 现场的几位亲亲 开始准备弟弟赵刚的后事 仿佛去世的不是他的亲弟弟 赵健对弟弟的死 竟然如此冷漠 而他们的父亲赵老爷子 也怀疑是孙子赵永辉 故意撞死叔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家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积怨 原来这个兄弟俩的感情并不好 甚至可以说二人有很深的积怨 由于老赵头比较溺爱小儿子 导致兄弟二人的性格完全相反 老大赵健性格稳重持家 而老二赵刚不仅不务正业 还嗜酒好赌 村里提起他来都是直摇头 前阵子最轰动的就是 赵刚在侄子赵永辉的订婚宴上 因为和别人喝酒的时候发生争吵 他愣是借着酒劲 把桌子给掀了 一桩昏事 差点是被他搅黄 这次赵健的儿子赵永辉 把叔叔赵刚撞死 村民们议论纷纷 难道真的如赵家老爷子所说 是赵永辉存心报复自己的老叔 才把他撞死了 警方也听到了这个说法 所以在询问赵永辉时 着重问了这个问题 赵永辉今年虽然只有二十出头 但却继承了父亲赵健的性格 稳重老程 丝毫没有慌乱 他直接否认自己出于报复 才撞死了老叔 还解释说 订婚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 要是报复也不会等到现在 他今天早上 就是因为早起进城采购婚礼用品 因为天还没亮 仅靠车灯 事件也不好 当时对面正好过来了一个 开着远光灯的车 把他晃得是两眼发花 所以也就没看到在路上行走的叔叔赵刚 这才酿成了车祸 警方虽然对赵永辉的话有所怀疑 但接连走访了好几个村民都表示 赵永辉虽然年纪轻 但做事成熟稳重 没有在外面听到过他说老叔的坏话 有时候还主动喊老叔一起到家里吃饭呢 就连老叔大闹了他的婚宴 也没见赵永辉冲他老叔发多大火 由此看来这场车祸的确不像是赵永辉 有预谋的报复杀人 虽然警方对赵永辉有所怀疑 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也不能随意定性 暂时还是将本案定性为交通事故 因赵永辉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造成一人死亡 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立案条件 赵永辉被刑事拘留 而赵永辉的父亲赵健为了让儿子尽早获得自由 一刻也没停止奔走 他把赵刚的后事办理之后 就主动找到了赵刚的妻子进行赔偿 请求他的谅解 并且许诺赵刚未成年的女儿 也有他一直负责抚养成人 赵刚的妻子喊来了娘家人商量 大家也一致觉得毕竟是一场意外 将来母女二人还得靠赵家赵英 闹大了都不好看 都劝他稀释宁人 于是赵健在赔偿了弟媳十万元后 取得了他对赵永辉的谅解书 鉴于交通肇事案件 本身为过失性犯罪 本案也取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赵永辉无任何前科劣迹 再加上他的婚期降至 警方综合考虑后 给赵永辉办理了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后赵永辉回到了家里 可以继续专心筹备婚礼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没过几天 警方就再次将他带走调查 原来这场看似简单的交通事故 却另有引起 俗话说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一切的转机 从两份特殊的保单说起 这天 两个分别工作在 两家不同保险公司的理赔员 恰好聚在一起吃饭 无意中聊起了 最近手头的理赔案子 俩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 赵刚意外死亡的这桩理赔案 他们发现 居然有同一个人 在两家保险公司 分别给赵刚投保 这引起了二人警觉 随后 二人分别调取了保险材料 结果发现 投保日期 均为案发前的十余天 被投保人是死者赵刚 投保人和交款人 均为哥哥赵健 刚才介绍过 赵健赵刚兄弟俩的关系 并不好 那赵健 为什么要在两家 不同的保险公司 给弟弟买保险呢 难道说赵健事先就预料到 赵刚近期会出现意外吗 两个保险理赔员 当即将这个情况 汇报给了公司和当地的公安局 这也就是赵永辉第二次被带走调查的原因 在讯问时 赵永辉对保险合同的存在是一问三不知 警方决定进一步走访保险公司调查 更惊人的是 警方居然在当地仅有的四五家保险公司 都找到了赵健投保的大量保险合同 发现在案发前的十余天 赵健不仅为弟弟赵刚分别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了近百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 还为自家的车辆也就是赵永辉驾驶的那台赵氏车辆 投保了一百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 案件调查至此 民警怀疑很可能是赵健串通儿子赵永辉 伪造车祸撞死赵刚从而骗取保险 但对警方来说 依然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赵健给弟弟赵刚买的人身意外保险 均没有指定受益人 按照保险法规定 在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 保险理赔款应作为死者的遗产 由法定继承人继承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 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为父母 配偶和子女 其中并不包括作为哥哥的赵健 更不包括作为侄子的赵氏者赵永辉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父子俩并不能得到保险理赔 那他俩图什么呢 当务之急 警方还是本着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原则 将保险公司的投保人赵健 带到了公安局询问 男人开车撞死 弟弟却让儿子来补罪 几张保险单让男人露出马脚 他不得不承认罪行 究竟什么仇恨 使得兄弟之间手足相残 男人道出他与弟弟的多年积怨 车祸背后的阴谋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赵健面对警方询问 虽然有些面色慌乱 但对于保险合同的存在 却有着自己的一番解释 他说是因为弟弟赵刚 平时总喝酒闹事 经常跟别人干仗 去年还因为酒后驾驶摩托车 翻到了沟里摔伤了头 后来总觉得他有点精神不正常 自己是担心他万一出了点意外 家里的老小没人照顾 所以才买了这么多保险 警方经过前期的走访 了解到赵健说的基本属实 赵刚确实之前出过车祸 还经常在村子里喝酒闹事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 突破口出现在了赵永辉这里 警方带赵健回来调查时 特意经过了赵永辉门口 让赵永辉看到了被戴上手铐的父亲 然后在审讯完赵健后带着厚厚的保险合同 放到了赵永辉的面前 赵永辉认真翻了翻众多保险合同 在看到头发人均为父亲赵健后神色大变 警方趁机大声问道 说吧 是不是你联合你爸杀害了你叔骗保 你知不知道故意杀人是重罪 有可能要判死刑的 这么大的罪过你扛得起吗 赵永辉听到这里 连日来的委屈是再也止不住了 情绪崩溃的边哭边大声说道 爸 你糊涂啊 赵永辉将头埋到了审讯以前的面板上 哭了半天才止住眼泪 边抽动肩膀边说道 人不是我撞的 我都如实交代 然后他向警方讲了出事那天早上的详细经过 那天呀 其实赵永辉正在家里睡觉 突然就接到了父亲赵健的电话 电话里父亲告诉他 今早本来想拉着赵刚去省城看病 结果再去老叔家的路上 因为路黑 也没看清路边站着的人 就把赵刚撞倒了 父亲告诉赵永辉 让他别把这事说出去 先赶紧到现场来 赵永辉不敢耽搁 赶紧赶了过去 到现场后 父亲特意让他坐到了车里的驾驶位 然后用手摸了摸方向盘 接着一脸严肃地跟他说道 儿子 一会儿无论谁问 你就说人就是你撞的 一旦你被警察带走 我会在外面谈赔偿 等把这个事解决了就好了 委屈你在看守所待几天 出于平日里对父亲的敬重 赵永辉没有丝毫怀疑 用力地点头答应了 赵健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道 好儿子 现在赶紧打电话报警 然后给你爷打电话 让他老人家赶紧过来 天真的赵永辉按照父亲的要求 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本以为这件事很快就会被父亲解决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 父亲设计的阴谋 随着赵永辉的交代 赵健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垮 一切算计到头来成了一场空 还把儿子牵涉了进去 此刻的他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瘫坐在椅子上 随着警方的审讯 他放弃了抵抗 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 原来赵健和赵刚兄弟俩 小时候关系还算不错 但由于性格的差异 导致兄弟二人长大后 逐渐出现隔阂 而到了二人找媳妇的年龄 矛盾被彻底地激化了 俩人年轻时候 赵健先找到了媳妇 也就是现在赵永辉的母亲 当初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父母所有的钱 只够在老宅子上盖起一套新房 赵健作为家里的长子 又已经订好了婚事 所以顺理成章的 这套婚房打算给赵健当婚房使用 但好巧不巧的是 赵刚看到哥哥订了婚事 也想尽快找个老婆 于是他没通过媒人 自己在邻村也谈了个女朋友 甚至直接领回到了家里面 并且告诉爸妈 他也要结婚了 但两兄弟都赶在一起结婚 还只有一套婚房 让赵老爷子犯了难 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 哥哥赵健还是计告一筹 他请来了家里的长辈来说和 最后的结果就是 弟弟赵刚在村里长辈 轮番上阵的劝说下 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了新房 随着赵健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房 赵刚的婚事也就彻底地告吹了 赵刚嘴里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在这之后 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赵刚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性格大病 直到赵家七八年后 又为他盖起了一套婚房 娶上了媳妇 兄弟二人因为娶媳妇的事情 产生了矛盾 然而 这并非是赵健杀害弟弟的真正原因 在接下来的供述中 赵健才终于说出了自己 杀害弟弟的真实目的 据赵健交代 他感觉赵刚去年因为酒后 骑摩托车摔到了脑子 导致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一是他以前呀 虽然也找父母要钱 但是还算克制 不给就拉倒了 但这一两年 只要父母不给他钱 他就破口大骂 甚至还翻出以前的旧账 说父母偏心 最过分的是 还打过父母几次 二是赵刚对他自己的家 是不管不顾 整天就知道喝酒打牌 弟媳啊 整天就领着孩子待在娘家 家没有家的样子 赵刚喝完酒就惹事 真正的导火索 就是在赵健儿子赵永辉的订婚宴上 赵刚直接耍魂 把桌子掀了 亲家气得是直接离开了现场 赵健气得对赵刚连踹了好几脚 赵刚则从厨房拎着刀出来 扬言要砍死自己一家 幸好旁边的几个亲戚赶紧上前劝阻 这才使得赵刚冷静了下来 这事儿不但把赵健弄得下不来台 还成了全村的笑柄 要不是事后啊 他领着媒人和儿子登门赔罪 这婚事八成是告吹了 事后赵健觉得赵刚就是存心报复自己 就因为年轻时候争婚房 没争过自己 导致他的初恋告吹 所以他现在就打算把小灰的婚事也搞砸 夜深人静的时候 赵健是越想越来起 他觉得如果不把这个事儿妥善解决 赵刚早晚要成为祸害惹更大的事儿 赵健左思右想的琢磨出了这么一个 自认为万全的计策 那就是给赵刚多买几份保险 再造个意外给他弄成残疾 这些保险还可以成为他下半生的保障 赵健觉得这样一来 赵刚就不会再出去惹是生非 计划周全后他先给自己的车买了巨额的第三者责任险 又跑遍了县城所有保险公司 在每家都给赵刚投保了人身意外险 为了避免保险公司起疑心 他特意在每家保险公司买的额度都不太大 然后在案发的头一天他告诉赵刚 明天带他去省城检查身体 赵赵刚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在路边等着他 安排好了一切之后 赵健彻夜未免 脑子里开始计划每一处细节 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 他又想好了 让儿子来给自己顶包的想法 他觉得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够不被抓进看守所 才能在外面安抚好地形一家 更关键的是 他知道保险合同投保人如果都是自己 他如果再去撞伤被保险人 很有可能会被拒赔 所以赵氏司机这个重任 必须交给儿子小慧 赵健想要伪造车祸 撞伤弟弟骗保险 他失手撞死了弟弟 还让儿子来顶罪 他当初并没想要杀死弟弟 却为何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 车祸背后的阴谋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想好了这一切后 赵健看了眼时间 发现已经快到了约定出发的时间 赵健又开始犹豫了 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自己怎么下得去守呢 他甚至想干脆一觉睡过去算了 放弃所谓的计划 可转念一想 他觉得自己家 除了赵刚这样的败类 就是让家族蒙羞 不但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 还会继续连累下一代人 他这么做就是在为民除害 反正自己也不想把他撞死 到时候把速度稍微降点 顶多就是把他撞伤而已 想到这里 赵健猛地跳下了床穿好衣服 准时开着车出现在约定好的弟弟 他远远地就看到一个人影站在路边 他知道这个时候别人都还在睡觉 等在这里的一定就是赵刚无疑了 他用力拍了一下方向盘 嘴里默默念叨了句 对不起了弟弟 然后一脚油门踩到底 笔直地冲赵刚开了过去 后来他看速度提升过快 又赶紧松开了油门 猛踩刹车 但是因为距离过近 速度已经太快了 赵刚来不及躲闪 被重重地撞了 只见赵刚像一个沙袋一样 被撞得飞了起来 又重重地砸向了地面 发出了一声闷响 赵健瞪大眼睛 在车里缓了好一会儿 他都没敢下车 查看赵刚的伤情 按照自己的计划 颤抖着掏出手机 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赵健讲完这一切后 贪坐在了椅子上 痛哭流涕 警方详细记录了 赵健的供述后 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儿子对你这么信任 这下你可把你儿子害惨 赵健听警方提到自己的儿子 连忙说 小灰他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我指使他干的 你们要惩罚 就罚我一个人吧 然而这一切都太晚了 因为案件已经侦查清楚 公安机关将案件 移送到了当地检察院 检察院以赵健 涉嫌故意杀人罪 保险诈骗罪 赵永辉涉嫌包庇罪 提起了公诉 庭审过程中 从始至终 赵永辉都没有看自己的父亲一眼 那是因为他对父亲的欺骗 感到非常气愤和失望 在法庭上 赵永辉坦白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再三说明 自己对父亲保险诈骗 以及故意撞向老叔的事情 是完全不知情 他一直以为 只是一场单纯的交通事故 因此他希望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让自己早日回去完婚 如今的赵健是后悔不已 他不仅害得儿子涉嫌犯罪 自己也难逃法律制裁 审判过程中 他承认是自己开车撞死了弟弟 但面对故意杀人罪的指控 他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理由是自己当时特意地降低速度了 只是想撞上弟弟 并不是杀他 而且弟弟赵刚在村里 就是一个恶霸 不但打骂父母 他经常扬言要砍死自己一家 自己才基于愤恨 想要让他消停一阵子 所以才吓死狠手 但自己真的没有想杀死弟弟 那么赵健的辩解能不能成立呢 这就要谈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了 间接故意杀人 间接故意杀人 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可能会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后果 但主观上却放任这种危害行为 从而导致当事人死亡 也就是说对于死亡结果 行为人既不希望也不反对 既不追求也不防止 具体到本案中 赵健作为一个成年人 李莹知道驾驶车辆加速撞向赵刚 有可能会导致他死亡 但是他却不反对这样的结果发生 在他看来 即使赵刚死了也可以接受 所以即便他抱着 伤害赵刚的主观目的去制造车祸 仍然构成的是故意杀人罪 而不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法院最终认为 赵健仅因家庭所事 竟驾车撞死同胞弟弟 其犯罪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 理应严惩 但鉴于本案 是因为家庭内部矛盾引发 而且被害人赵刚 在案件的起因上存在一定责任 对于保险诈骗罪 因被保险公司发现 李培未得逞 属于未遂 可减轻处罚 恕罪并罚后 判处赵健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而赵健的儿子赵永辉 在得知他人犯案后 做假证进行包庇 构成包庇罪 鉴于赵永辉包庇情节较轻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四个月 案件到这儿就讲完了 但是这个案件 在这个村庄 引起了余波远未结束 这个案件 不但改变了 好几个家庭的轨迹 更改变了赵永辉的命运 在判决后不久 赵永辉的未婚妻 就提出了退婚 赵永辉在狱中对此 毫无办法 只能接受这个黯淡的现实 更值得我们同情的 是赵健和赵刚的父母 两个儿子手足相残 一个被杀 一个被判入狱 仅有的一个孙子 也锅当入狱 二老为子一病不起 病好后 也因为羞于贱人 整日大门紧闭 终日以泪洗面 而造成这一切的 罪魁祸首赵健 在狱中得知这些消息后 也是悔不当初 痛苦不已 赵家的这个局面 完全是因为赵健 目无法计造成的 自以为可以算计摆平一切 对他人的生命健康 缺乏基本的尊重 不仅害死了弟弟 还连累了儿子 葬送了儿子的大好前程 法律是我们的保护伞 更是我们的红线 碰不得更跃不得 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咱们下期再见 表弟带着女友和表哥 合租房子 不料表哥看上了表弟的女朋友 一次独处当中 表哥竟对表弟的女友 做出出格举动 表弟一气之下辱骂表哥 竟使得表哥服毒自杀了 表弟要不要承担责任 被自杀的表哥 下期播出